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中国禁闻 3月24日 广东省华州市河江镇松价村 因一起交通事故 引发严重的警民冲突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当天上午一辆轿车 撞伤一名十岁小孩 但拒不赔偿 前来处理事故的交警 放走肇事司机 并殴打讨说法的老人 而引起村民愤怒 上百村民累股聚集 拿出大关刀 插 棍棒等武器 堵路抗议示威 与现场特警对峙十几个小时 直到25日凌晨 政府调集十多辆警车 一百多警察进行清场 报道说冲突中 有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当地村民网上发帖透露 肇事者据说是 华州市里的高官 最近被释放的 江苏访民福玉侠披露 他在被关押期间 曾被警察强迫吸食冰毒 据六次天网报道 连银港市东海县城访民福玉侠 因到北京上访 被抓回当地看守所 关押十天后 3月14日 被东海县牛山派出所警察 戴上眼罩 头套和巡警钢盔 送到山东费县 一家黑社会开的公司 一到那里 三个人就开始轮流 敲打他头上的头盔 后来又逼他吃芥末 最后用点着火的冰毒熏他 强制他吸毒 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 麦西乡43岁的藏人 拉莫家于3月25日自焚 目前生死不明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在此之前的24日 四川也有一名叫 革吉的30岁藏族女子 在阿贝壤唐县自焚身亡 身后留下四个孩子 据美国之音报道 目击者表示 革吉在自焚现场当场死亡 当地藏人将遗体 抬到一座寺庙 喇嘛进行超度仪式与祈祷 中共官员与国保人员 在事发后抵达寺庙 要求将遗体尽速火化 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藏人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革吉自焚后 让唐县有大批军警进驻 当地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时事禁闻 我们来看不见 那时候说 我们来看不见 香港人们的藏人 今天看不见 我们来看不见 说这种状态 感谢观看